Hello 大家好 我是健哥 七天不留退货我们聊了两期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一些实际的案例 比如说到之前提到的买家恶意七天不留退货被卖家告上法庭的事 本故事来自上海区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是我朋友的真实案例 并没有虚构 2018年7月11日 WOMO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收获地址和姓名 去了某家店铺拍了10个i78086K的CPU 总共27000块 收到货了他把CPU全部开盖 换成了D端CPU 再装上了i78086K的盖子 然后要求退货 由于淘宝这种流氓的七天不留退货机制 卖家只能同意退货 卖家收到货以后 看下CPU都是i78086K 也就没有实际上机测试就同意了退货 花27000块 莫得了 2018年10月19日 WOMO上次得手三个月以后 估计是钱花的差不多了 又故技重施 跑去拍了6个8086K WOMO怎么这么喜欢8086K 这次骗到了驴法清廉古典Sax 4.0家江汉超的头上 很多人奇怪 怎么音乐家还卖CPU 江大使也算是老一代的液氮超频玩家了 主业是音乐 玩DIY是兴趣 平时也喜欢装个机吧什么的 家里堆了一堆机箱 原话是任何预算他都装 不只是装什么10980XE之类的 低端机也都装 家里还堆了一堆机箱 这种100多块钱的TTS3就是专门给低端机准备的 江大使那时候听说雨沾的NOX内存有批三星颗粒的 直接全部都买了下来自己挑着玩 挑好体质的就放在咸鱼上卖 江大使的咸鱼特别有意思 卖的都是挑过体质的CPU和内存 还有Sax 4 Sax 4也都是挑过的 还都拍视频吹给你看 也是怪这个无魔某偏偏跑到江大使的店里去买了6个8086K 然后开盖掉包 申请无理由退货 退货的理由是 这6个CPU是买给客户装机用的 客户它换了配置 CPU没有拆封要求退货 江大使说反正都没拆封 那退货就退货吧 但是将近退了2万块钱的货 毕竟是经常混咸鱼的 加码是眉头一皱 感觉情况不妙 然后收到货 发现包装被拆过了 这时候立马感觉不对劲了 直接上机测试 发现其中有诈 这一事不要紧 我得怪怪 直接6个CPU全被开过盖掉包了 6个CPU将近2万块钱 这被骗了 要装多少TDS3机子才能赚回来 这不能忍了 直接就报案了 因为诈骗超过3000块钱 就算数额较大 可以定罪 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了 买家Vumo一听说江大使报案了 直到自己碰到硬查了 赶紧取消退货 并确认收获 Vumo以为取消退货就万事大吉了 但是2019年10月31日 Vumo还是被公安人员抓货到案 公安上门抓人的时候 6个CPU的PCB就放在桌子上 公安人员甚至还提取装CPU盒子里的人体组织的DNA 表明了掉包的CPU就是无某所为 公安人员打开了Vumo的淘宝里面全是退货记录 因此找到了之前下单的10个CPU退货记录 这个被骗了10个CPU的店铺 当时根本没有发现 等到发现被叼包的时候 淘宝平台早就不管了 要不是江大使报案 警方查到了这些购买记录 这10个CPU只能店铺自己认栽了 但是实际法院判决的时候 法院只认定了Vumo前一笔诈骗27000的金额 江大使被诈骗的价值19080.9元的6个CPU 就没算 因为在江大使报案的时候 Vumo取消了退款并确认收获 我估计这样就被认定为最后一刻 终止犯罪 没算他诈骗成功 诈骗未遂 因为按照刑法 诈骗金额超过3万块 那就是3-10年的有期徒刑 再说一个判决书里的细节 江大使的8086K 6个价值19080.9元 平均一个3180.15元 怎么前面一个人被骗了10个8086K 法院认定价值只有27000元 平均一个2700元 我查了一下2018年7月的时候 2700元似乎买不到8086K 另外之前诈骗的27000元 淘宝记录也都查不到 是被警察翻出来的 怎么最后成了 到案后 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 承称自首了 还承认罪态度良好 可酌情重新处罚 这个人的退货记录显示 他退货的远不止这两次 别的退货行为怎么不去自首呢 另外 WOMO就只有这一个淘宝账户吗 这个话也不能说得太透 只能说WOMO的家属做了努力 最后被判决 有期徒刑8个月 罚金1000元 这个事情讲白了 就是买家利用了气垫无理由 恶意退货掉包商品 买家退货的时候 就说自己没有拆封 东西是全新的 卖家不收到货 根本没有办法判断买家说的是否属实 而且CPU开开掉包很难当场发现 买家如果故意找一个坏的CPU换上去 然后找理由说CPU是坏的点不亮 要求退货 不是非常懂DIY的卖家 就算上机也发现不了 他只能通过PCB上的二维码去确认 最可怕的是 买家这样恶意退货 他的风险极低 你就算卖家发现CPU被掉包了 想去申请申诉也非常困难 你怎么跟那个电脚上去讲 这个CPU是被掉包的 淘宝的客户电话非常难打进去 人工收入通道基本不管用 我们看到判断书里有一句 英特尔中国有些公司出具的鉴定资料 这东西有多少卖家能搞得到呢 就算搞到了还需要时间 卖家就能把一系列东西都搞齐了 证明CPU被掉包了 买家也只是确证收获也没有任何损失 公安机关力量是有金额要求的 江大使包含是因为金额接近2万达到的力量标准 如果卖家只掉包一个CPU 那警察压根就不会管你的 就算江大使当时就报案了 由于报案后买家取消了退货 并确认收获 诈骗没有完成 算犯罪终止 按照法律的判决 这笔金额就没有算在诈骗定罪的金额里 所以商家必须先完成退货 让买家把钱骗走 然后再报案 才算诈骗罪 那这样钱有多大基础要回来呢 所以很多时候卖家遇到这种事情 如果金额不是很大 那只能自己认栽 因为你去追究的时间金钱成本太高了 成功率还极低 最后导致的就是卖家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进身 对于贵重数码产品的退货卡得非常严 导致一些东西买了没拆疯 只是想正常退货的消费者 退货也非常困难 至于整个网购环境的恶化 商家都把退货的消费者当成诈骗罪去对待了 那这个退货体验能好吗? 现在网上匿名发个贴都能把你抓起来 支付宝这都是实名的 你说这管不了这些恶意退货诈骗的吗? 说白了就是淘宝不想管这些事 反正你商家被骗了 淘宝不管管不管这件事 你还是得继续在淘宝上开店 这件事其实仔细思考 反映了太多的社会问题 那有些东西我这里也不能讲的太多 其实我当时动态里就发过这个判决书 被删了好几次动态了 所以只能说要在社会上生存 只能自己多小心 再说一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我也是特别生气 因为京东自己的内存都是可以无理由退货的 而我们知道高频内存是存在体质一说的 当时的金士顿4000内存不少是可以超上5000的 像我们一般挑体质 都是自己买个几十个内存 挑完了自己再卖 那总有的人自己没钱还想着挑体质 那怎么办 京东退货呗 就有人京东下单了快10个金士顿4000内存的条子 去挑体质 完了再退货 最少是他还把自己的精力发到网上炫耀 感觉自己很冲的样子 被金士顿的工作人员发现了 退完的内存 其实都是退回去重新包装再卖的 都是花起一样的钱买的消费者 为什么就得买你挑胜下来的内存 正好我前几天京东自营上买了两根 支齐皇家戟使用器乘2的内存 打开包装我就感觉不对劲 正常的皇家戟都是有一张擦拭布和支齐贴纸 那这个京东买的内存就没有 我仔细看了一下内存 内存的保护膜都贴反了 贴有序列号一侧的保护膜 右下角是缺了一块留给序列号标签的 京东买的把缺了一块的膜都贴到另一面去了 而且保护膜里灰非常多 明显是用过后再贴的 都有灰进去了 还贴保护膜有啥意义呢 说实话这也不影响我正常使用 我也不会退货再重新买什么的 内存本身没坏我是不是很在乎的 但我花了一手的钱买到二手的东西 京东的翻新还做得这么差 搁谁谁开心呢 在我发完第一期物流退货的视频的时候 有个观众他私信我 说买的显示器是二手的 天猫上买的显示器 收到货了 发现里面的三包评程和说明书都是就巴巴的 还贴了一箱京东的发货单 意思说原来这个天猫店在京东上也开了第三方的店铺 他打电话去问京东物流收件单上的那个人 说就是买的这个显示器 到手开不了机就退掉了 他自己试了一下显示器 果然真的开不了机 他问我应该怎么处理 我说这个商家确实很没有良心 你就退货吧 要求卖家承担运费 但是这个观众坚持要求卖家给他赔偿 理由是他退货验货 担负他的时间了 这我就觉得有点无语了 他肯定是看了我视频里 有个客户买显卡 最后厂家赔了1万块钱 并且送了这张卡给他 但是那个人是买到一张序列号和实物不符的卡 是无球站翻新的时候显卡贴错了序列号 如果卖家只是把二手当新的卖 你只能在道义上谴责卖家素质差 要求退货 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该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 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的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 但是把退货的二手显示器当新的卖 在法律上很难界定 这个是否存在欺诈行为 要是真的能算三倍赔偿的话 我估计刘强东赚的钱早就赔光了 哪有钱去明宁苏达乱搞 退一赔三的案例更多是出现在汽车领域 最近热播的金额律师里提到的 1650万最贵豪车贾一赔三被反转案件 就取自于2018年贵州的真实案例 不过这里我们要说两个2018年的 涉案上千万元的豪车贾一赔三案 2014年贾女士以520万元购买一样 LOS SQS的EWB汽车 经销商开具另一家公司的460万元发票 2015年车辆维修时被告知车的仪表盘被动过了 2015年贾女士将经销商告上法院 一审法院以贾女士证据不足驳回要求 二审中法院调查发现该车是宝马中国购买的自用车 使用了5000公里后卖出 被经销商调表后当新车卖出 构成欺诈 消费者主张以发票金额460万3倍赔偿 所以最后的赔偿金额是1300万 但是这不算史上最贵的加义配三 同样在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了贵州省告级人民法院 一审认定被告构成欺诈 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购车款并3倍赔偿1650万元的一审判决 认定被告行为不构成欺诈 从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角度 定被告赔偿原告11万元 原告负责该案的一审二审 绝大部分送税费用合计30万元 这事简单说就是贵州的一个车组 他550万买了个兵力 后来发现车辆在交付前有大修记录 具体是金交叉在交付前发现车辆有瑕疵 于是给前门打过7 窗帘也做过更换 一些认定这算欺诈行为 退一赔三 但二审认定更换窗帘虽然在告知上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 但不构成欺诈 只需要赔偿11万元 原告需要承担诉讼费30万元 结果一搞反而亏了20万 回到这个显示器的案例 按照法律规定 就算这个消费者要求赔偿 也应该是以商品本身有问题要求赔偿 而不是以检查显示器耽误他的时间为要求赔偿 事实上网购显示器 法律允许消费者对显示器做出检查 如果消费者检查以后不满意 是可以要求退货的 但没有理由要求为检查时间去索赔 这就好比什么 你坐车去商场买东西 挑选了商品的时候发现不合心意 那你可以不买这个商品 但你不能要求卖家报销你的来回交通费吧 而且就算商品本身要求赔偿 法律上也很难界定 这到底算不算奇诈 你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经济成本 甚至付出的成本远高于商品本身的价值 虽然这东西很无难 但我也只能建议这个观众 你退货并要求卖家承担运费 如果他非要求赔偿的话 我只能建议他联系律师去法院起诉 就逃要赔偿 我今天说的这个案例 其实就是表明了中国大陆目前的网购环境 不仅消费者很难为钱 机销上同样很难为钱 不管是淘宝、京东 平台方对这些东西都不愿意去多管 相关的法律也非常不完善 你就算有法可疑 而且还会遇到执法困难的情况 普通消费者遇到这些东西 你根本没有这么多时间精力去耗 所以有些东西我没有办法改变 我只能建议大家在购买商品的时候 尽量选择靠谱的店铺 毕竟我们网购商品的目的 是为了买到满意的商品 而不是还没付款的时候 就想着万一以后出了纠纷 怎么去花时间几率跟店家扯皮 这不就本末倒置了嘛 除非你觉得你的时间根本就不值钱 这个我在第二期就说过 越是随便退货的店铺 你买到二手的几率就越大 越是这个不允许退 那个不允许退的店铺 基本上买到的都是全新的产品 造成大量二手商品的原因 就是因为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滥用 为了少数人的方便 损害了绝大部分人的利益 那你觉得 这算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吗?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不妨点赞投币收藏 素质三连一下 也欢迎在弹幕和留言中 与我们交流你对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看法 喜欢我们节目也不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叫潮玩客CWK 想购买电脑也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 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搜索商品 潮玩客 这期的健哥说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